大家好 歡迎收看 好 都主義 歡迎稱我 男主義 謝謝 我是阿拉斯 身邊應該有很多 已經做媽媽的了 那你知道新手媽媽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為他們是第一次去照顧這些小朋友 沒什麼經驗 那你知道照顧小朋友已經夠累了 你知道誰更煩嗎 一些想要當老師的人 就是那些 他這樣帶過小孩就很厲害的長輩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就是 媽媽們最崩潰的長輩行為有哪些 哈囉 首先第一個就是 比到天涯還假 我兒子一睡一個月就會叫爸爸跟媽媽 對 這有什麼好比的 每個人成長反而不同 本來生物就是怎麼樣有多樣性的 對 Diversity 這個我們可以聊個題外話嗎 真的覺得 小孩子剛生出來真的是看不太像誰 他是這樣子的 對啊 每個小朋友都叫 那你們在那邊說 這個眉毛是像阿公 這個鼻子像爸爸 我就看一下那個小孩子的臉 那小孩子就這樣 是快出來哈 可是我可以講一個就是比較自信一點的 其實原住民的腳步伸出來其實蠻明顯 因為鼻子跟眼睛真的特別的大跟挺 出生就代表 欸 我們居然在演戲 然後他就突然講一件事 他就說 我們其實就是贏在起跑店 嗯 因為 只有一個金子可以跟軟子結合 哦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贏家 以後那個媽媽你遇到那個 一直在比來比去的 他說你兒子怎麼還不會走路啊 你兒子怎麼還不會自己吃飯啊 我叫你癢了啦 我兒子喝你奶了嗎 就還真的 哈哈哈 他還是抱他兒子 有啊 你抱他 他現在不會在我這裡嗎 哈哈哈 就不要再比來比去了 媽媽已經壓力很大了 就念念念念什麼 你知道媽媽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想要有 他已經夠煩了 你不要被製造那些煩悶的點 而且 到時候那小孩子會媽媽怎麼樣做你 他就跑不見了 超爛的 對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再討論你兒子 演一些很厲害的地方 你就覺得 哇 超贏的 哇 哇 還是我們現在就真的很激烈 就是說 我兒子在一歲就會講 哇 哇 我的天啊 你還要出來講話 耶 耶 耶 我要像那種芭拉隊 我們半截這樣 一歲 會講話 一歲 好 我們再來第二個就是 不要再亂餵小朋友東西吃了 平常不是你在呆 你不知道他喜歡吃東西什麼 他飲食的習慣是什麼 對 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可能實際一開始要吃副食品 對 然後你就開始 什麼都給他亂餵亂吃 對 然後又開始了 我們家小朋友這個時候 就是會吃這種副食品 他是不是會有過敏的問題 搞不好他就會拉肚子 對 啊 怎麼一直拉肚子 你整個要吃什麼 還不是米味的 好像你喔 小孩 因為生命真的太多 那種媽媽 真的很痛 然後一直播一些IG 罵人 欸 我們最後是同一個人嗎 過年最明顯嗎 要不要吃水果啊 那個太大不能咬 喔 沒關係 你是誰啊 你不知道口腔有很多細菌嗎 那之後你就會說 啊以前還不是這樣餵的 又來了又來了 哇哇 以前就要餵 啊我餵 我家餵餵你吃要不要 要不要吃 口腔很多細菌 誰在跟他吃什麼 喔對呀 也有可能 好第三個 很多那個長輩們 如果都看不到小朋友 也受不了 就一直說 快點給我們看小朋友啊 你知道嗎 小朋友在休息的時候 其實是媽媽可以做別的事情 在你真的可以休息 真的放鬆的時候 對 那你好像已經打到去 小朋友在睡覺 他去拍他去拍他 不要拍 喔 你要看那個喔 喔好啊 他在睡覺喔 好可愛耶 叫姨婆 姨婆 媽媽這樣 用後鏡頭這樣拍 一定是這樣 沒電了 哎呦 打穴 因為科技發達 有那個baby monitor 然後大家都 不是故事故事在看 對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是 他可能在睡覺 然後翻個身 喂 喂 喂 妹妹那個 他動了啦 他是活著 當然會動啊 咬一下 還沒呼吸 他在睡覺 咬一下了 好美眉耶 媽媽都沒那麼緊張 你真的緊張屁 直接在背部人 他就打來了 我們當然會長輩會愛那個孫子 你有時候你去人家家裡看的時候 你要智慧一神 我看妹妹 看弟弟 我會這樣叮咚打開 喂老公啊 就此斷絕情習慣 是吧我覺得 我受不了了 離婚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再見 馬上是你的 打爛的 喂 我看不到你兒子 一個家裡面是一個小孩 全家變瘋子 而且是誰規定所有的人都會是那樣子講話 哈哈哈 第四個 媽媽就受不了解 什麼是什麼呢 總是會有一些 育嬰專家 就是會一直插手 管他現在教育 逢孩子的方式 再哭 不要抱他 把他放在那裡 就是他哭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抱 有些長輩會覺得說 如果他哭就抱的話 就會養成他 愛撒嬌的習慣 他是不是才在口腔起 或是什麼什麼起 他還是個嬰兒 三種嘛 想睡覺 換尿 不或餓了啊 虐嬰喔 對他那種啊 你怎麼給他餵副食品 你還給他餵母乳啊 母乳比較聰明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你來給你啊 來啊 沒有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他是 貓咪寶貝的編輯 阿豬 是媽咪寶貝 你剛剛講貓咪寶貝 是媽咪 或許 你知道一兩個歲 其實也是小朋友 然後我們會告訴他說 吃飯要安靜 要吃飯就不要玩玩具 然後大人有時候就會說 就給他玩一下嘛 又不會怎麼樣 然後他不乖的時候 哎呀你們小孩怎麼不聽話 啊不是明天啊 而且有時候真的 夫妻要幫別人 誰要吃水果 你是安靜 你是爸爸呢 啊沒有啦 爸爸媽媽就疼小孩 他給他 What XX 我咧 就他們有他們自己 他們去符合他們小孩 跟他們家庭的生活模式了 你就去抱抱他 疼疼他 關心就好了 我們就是 阿里加多古代馬斯拉 阿里馬斯拉 哎呦不要那麼兇啦 有那麼兇幹嘛 小朋友而已 你小孩啊 不管說你來管嘛 早上殺了放火的時候 你來管是不是 我有管你小孩嗎 他們有管你小孩嗎 沒有啊 阿里幹嘛管別人小孩呢 喔好厲害 你很會教小孩 阿人家也在學 人家努力嘛 你要給人家機會啊 好的在下一個就是 剩了一個之後再吹第二個 然後一人第二個之後 再來第三個 阿里兩個才有半 一個那麼孤單 你養啊 阿里加小孩這麼貴 你奶粉錢啦 尿布錢啦 有的沒有的 你口口咬一下 都要拌錢子而已 阿我們兩個人 我都要賺錢 要上班嘛 養錢是不用錢嗎 蛤 蛤 阿里加老孩子 你真的在養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照遇的問題也都不一樣 對啊 所以以前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已經不適用 對然後就像現在 薪水跟物價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對啊 那你其實生一個已經對我們來講 已經非常辛苦了 而且你還給人家休息啊 哈哈哈 修根 要修根 哈哈哈 不管是以前或是現在 其實媽媽真的很偉大 是 因為以前的壓力可能 跟現在的生活壓力不太一樣 因為因為小孩去做一個巨大轉變的時候 他們需要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是 可以問可以聊天 可是不要一直問 對 因為可能我們講第一次之後 我們可能就會說 我們還不想用這個打算 我們想要先休息 那你就大概就知道了 啊休息多久 哈哈哈 啊你們家再生下去 你老婆都幾歲了 你看啊 你看你現在不生 啊我們吃我們還可以帶的時候 趕快生啊 我們可以幫你帶啊 對 你看小朋友上國中 你都幾歲了 好累喔 你養啊 哈哈哈 你以為我要生之前我不知道嗎 啊 反正講完之後最後就說 你養啊 欸 你要養嗎 啊沒有嘛 這就是要互相 好兇啦 什麼 好了啦 好啦然後再來下一個呢就是 別人買的都是爛貨 我挑的才是最對的 喔這真的超煩的 這牌子不好耶 這個富士兵沒有很好耶 欸你這個尿布不好耶 有這樣子嗎 嬰兒直接裸體 有嗎 有嗎 要拉近這樣 喔沒有 不會是沒有 好瘋 富士兵也是啊 他怎麼現在在喝這個牛奶 這個牛奶是要一歲才開始喝的耶 跑跑跑 其實真的有些東西是 價錢越高 可能他的品質是能越來越好 當然也當然 可是你要去評估這對夫妻 他們的經驗狀況 我相信他們在選擇的時候 一定是已經選到 補合他們的經驗條件 又能夠把握到小孩子 那如果你今天好好的講 他們可能也會聽 意見也會聽進去 可是你不要用那種 嫌棄的 啊你怎麼用這個 你買給我嘛 開眼啦 你怎麼用這個 我買給我吃 你可以買給我嗎 我今天這樣子 很扣耶 好了好了好了 錢 哈哈哈 真的新手媽媽 他們就是第一次嘛 當然也會聽你們的一些意見 對你講好多 或是有幫忙 我們到他們都會 啊我不是一個人 因為老公要上班 所以有時候就是 長時間是媽媽在顧小孩 然後你去陪他 找他說很好 啊你去然後你去那邊 對啊 陪就好了 然後給他一些 正向的建議 喔你用這個牌子 我跟你講喔 其實這個牌子也不錯耶 這比較貴一點 可是他這個一片 可以抵三片什麼 就之類的 對 哎呀你怎麼買這個 這還可以講到一個 你不要說我要給我小孩穿什麼 怎麼那麼女生 這個衣服 怎麼那麼男生 嬰兒的衣服是可以到 多男多女 我覺得好看就好啦 對啊 你怎麼給弟弟穿Kitty喵 哈哈哈哈 怎樣我要陪他上衣 我這樣 哦 顏色這個我真的是沒辦法 為什麼女生就是要仿 那男生就是 我兒子黑黑的 給他穿黃色仿 我說很亮很好看啊 他今天萬聖節 我給他穿全黑蝙蝠小 哎呀哪哪穿 噢 謝啦 二哦 衰啊 你才衰啊 哈哈 你臉最衰 你全家都衰 對 你的臉真的很衰 啊 也衰啦 哈哈哈哈 下一個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尊重對方家長的意義 因為防疫的關係嘛 你要來訪 你就全身乾淨 可是有些 長輩就說 啊別關系 都自己的家人 怎麼之類的 所以不要你沒有病啊 而且洗手抱起來 就是一個基本常識嘛 是啊是啊 小朋友反正就是免疫力比較差啊 而且還有一點我一定要講 你有抽菸的人就不要抱小孩 你身上有一些菸的殘養 啊小朋友他不可能 免疫小孩沒那麼好 對 他的呼吸道沒那麼健全 他就會過敏 褲子鼻子嘴巴眼睛 會這樣 烏動啦 你好毒 你好毒 總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要抱小孩的話 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那個 清潔狀況 而且有些父母是說 現在不要抱小孩就不要抱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這個小孩正在生病 可是我們看不出來 或者是他在培養睡 對 所以就是真的 聽那個雙父母的話 啊我抱一下 哄他睡 就是給他放在那邊睡 阿嬤哄他睡 欸有些小孩不喜歡抱睡 我喜歡 你是我的孩子 我是你的孩子 好不要親小孩 我這小孩真的很可怕 我看他也是很想摸啊 可是 我自己因為粉很良我自己的狀況 所以我就盡量的破壞 對啊 啊有時候在外面遇到我們兩個的粉絲 也不要把其他 隨便推到我的身上 對 我會害怕 我會措手不及 阿嬤哄 欸他手下雨 再來就是一個就是恐怖小孩 這個其實會造成很多人的惡夢 譬如說虎婆 你在不睡一覺虎婆會在咬你的手 啊小時候就被人說警察來了警察來了 我到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怕警察 因為就是從來就說 你在不乖 警察會來把你抓走 對 那警察不是壞人 對 有些導致說 呃 尤請常我們自己就會這樣子 然後說 怎樣啊 我會怎樣嗎 哈哈哈哈哈 對 很導致叫 我說玩具 哈哈哈哈哈 看醫生也是一個威脅 帶你去打針 然後他們就會 非常害怕看醫生 他害了那時候 你再哭的話 你媽媽就不要你了 喔 對 對 欸你憑什麼講那麼壯 哇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說的所有的話 都是一個種子 會在小朋友心裡面慢慢的發芽 對 所以我們這位小朋友講話 一定要小心 欸當他們已經可以聽得懂 或是會講話的時候 他們已經在學習 他們一張白紙 一張白紙 哈哈 你為什麼要講那樣子 你只要講什麼 他就會填上去他的心裡面 對 他就會去講 因為他在模仿 他不會啊 對 還有再來 不要在小朋友裡面講髒話 你再罵他講髒話 對 還被你們教的 小朋友不能選擇他出生的家庭 你要生 你就要有種去把他照顧好 帶好 當然我是 我就相信每個爸媽都是愛小孩 那當然我們旁邊的那些親戚 長妹們我們也要有一樣的想法去對這個小孩 他不是青菜 教學他就會常好 對 他不是綠豆羊 他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教育 去把這個小朋友變成一個很好的人 對 所以大家就是花一點耐心 注重一下自己的生理狀況啊 清潔啊 或是言談 然後也要尊重這個父母 今天尊重就是這句話 尊重父母 沒錯 除非那弟弟已經 那個小朋友已經有什麼生理危險啊 就是他們爸媽可能不適任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介入要幫忙 對 可是他那誰 很開心的誰 臉有臉 那小孩有沒有讓爸媽幫我關門去玩 什麼話 再一次 啊 玩玩玩玩玩 看啊 再一次 好啦然後飛高高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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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飛遠遠 啊 咻 咻 玩也是要休息的哦 要記得跟小朋友講這些 對 然後在這邊呢 跟天底下所有的爸爸媽媽說 你們辛苦了 辛苦了 還是你們爸爸媽媽很久的 還是新手媽媽 辛苦了 也希望大家呢 看到這一題呢 可以學到一些 真的不要對 爸媽 跟他們壓力的一些行為啦 我們是正在育嬰的父母 辛苦了加油 加油 黑暗會過去的 他真的很辛苦的時候 你就看他 你的那個 小朋友的照片啊 或者是在走路看前面 我們在講些什麼 我們在幫你罵 我們在幫你罵 以上就是今天的阿毒主義 媽媽最害怕長輩的行為是什麼呢 以上 你們在做囉 我是雪雪 我是小拉斯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阿毒主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然後歡迎收看 阿毒 不是 日理學為期 哎 快快快 愛像是得好快 打開所有的通知 不能不定 耶 分享起來喔 再一次 哈哈哈